入境的旅客是不得搭乘机节 他必须要搭乘防疫计程车 那机组人员如果在外站有过夜 这个有离开飞机 那他也不得搭乘机节 如果是短程的 未入境 未在外站过夜 那这个必须要有健康声明书 才能搭乘机节 所以对机组员其实管制的规定 是非常的严格 这一次华航诺富特饭店 在昨天有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执行净空作业 那昨天已经顺利完成 那我们特别针对机场接运 如何的落实防疫规定 特别来视察 那么这一站有20个工作人员 那每天平均是600个乘客左右 进出这个车站 那么我们按照这个防疫的规定 那么启动了这个权限 这个大消毒的作业 那我们在两天之内完成 集结21个车站的消毒 那另外也启动了跨站不支援的规定 那这20个工作人员只在本站 那并且要进行自主健康的管理 那必要时候也会进行各种检测 那目前我们机节是按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定 以及要跟民航局淘机公司的协调 那么入境的旅客是不得搭乘机节 他必须要搭乘这个防疫机程车 那机组人员 如果在外站有过夜 这个有离开飞机 那他也不得搭乘机节 如果是短程的 未入境 未在外站过夜 那这个必须要有健康声明书 才能搭乘机节 所以对机组员 其实管制的规定 是非常的严格 那一般乘客的部分 入站要戴口罩 要量测体温 要手洗消毒 那我们的车站 车厢 以及设施 那么也提高了消毒的频率 一个小时一次 包括像电梯 手扶屁等等 那我们的员工 要进行自主健康管理 每天上班 一样要量测体温 那么一样按照各种防疫规定 所以淘机公司 已经请所有的 1200位员工 必须要依照 五大防护措施 那么保护自己 也保护乘客 那当然防疫需要高标准 需要这个严谨 也需要迅速 那所以昨天 针对相关的确诊人员 他的接触时 那么活动时 那我们也进行了追踪疫调 那像这个 我们有一个案件 是有到过五厅 那我们列 昨天已经追踪了 110几位 那么该做的隔离 昨天就已经完成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